南宁抗跌性最强的区域在哪里 很多购房者之所以不敢买房 就是怕这个月买了 下个月房价又跌了 成为冤大头 毕竟很多年初买了房子的人 现在已经跌没了首付 到五象湖这么核心的位置 四大天王一样降价促销 以价换量 从22000 23000降到了17000 18000 16000 沙井 五明 三唐这些远郊也在跌 那南宁的房价到底哪里没有跌呢 哪个区域的房价抗跌性比较强呢 答案呢就是老城区的核心区域 记住两个重点 一个是老城区 一个是核心区 比如说西乡堂的西大商圈 新宁区的朝阳商圈 以及江南区的万达商圈 这些地段的房价呢 一直都是比较平稳的 虽然说也没有大涨过 但是呢也不会大跌 价格维持呢比较平稳 这两三年基本上都维持在 11000到12000的价格 抗跌性可以说非常强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是因为老城区呢 本身配套比较成熟 有足够的人口支撑 二呢是老城区基本上没有投资客 大多数购房者呢都是为了支柱 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老城区新房供应量很少 购房者呢没有得选 问题来了 作为购房者的你是愿意买新区呢 还是老城区 评论区聊一聊